詞曲 李宗盛 如果你想認識草姦離身 就一定要了解她的家庭環境 以及她的時代背景出生 她是1929年出生 就是在日本的長野園 她的家庭最小 她有一個姐姐 兩個哥哥 她是最小的 當時我剛才說過 美國的金融海嘯 環境是比較一般的 世界經濟不好 她的父親是一個花花公子 可能香港很少 入聚了她媽媽的家庭 雖然是這樣 又有幾個小朋友 其實都靠她媽媽那邊 即是她老婆那邊 但這個花花公子 她都很花心 經常去追女生 所以她媽媽面臨精神上很大的困擾 她的家庭其實她媽媽是很有錢的 她已經做了什麼生意 是做一些溫室的生意 當時草姦離身 同學相對都不太經濟 那麼有能力 但她的家庭已經開了六個溫室 在假期的時候 她的同學還可以去她家裡參觀溫室 她媽媽受到很大的打擊 因為她爸爸不斷出去追女生 她媽媽有些問題 就是怎樣呢 她要子女幫她監視她老公 曾經草姦離身 幫她去看著她爸爸 她是一個很可怕的經歷 她那時候只有幾歲 就是看著她爸爸和另一個女性做愛 所以產生到她 對這個性感很恐懼 她是覺得這件事是很烏尾 而且她是覺得很不喜歡男人 或是這麼說 她不太喜歡男人 覺得她信不過 就是有這樣的經歷 那就是她 因為她家庭都有點不開心 雖然是有點淺 但她不開心 她就是靠她畫畫去分套她自己 因為這個壓迫感的時候 她九歲就開始有少少幻覺出現 有少少精神病 她就是靠畫畫去舒緩她這種情況 那時候她的幻覺已經伸展了很多東西 她是很喜歡 剛才也有說的 譬如是植物 花草 所以她經常覺得 南瓜跟她聊天 也有小動物跟她聊天 有一次她看著紅色的花 像紫羅蘭 這件事也很有名 就是她一邊看著紫羅蘭 她就發現紫羅蘭 變成一些有人樣的花 她跟她說話 說說話 就是由她的中間 她會伸展到她周圍 甚至乎這朵花是把它吸住 最終她是一個想像中 她是有個意外 她就受傷了 這個經歷是令她隨後 她去看很多事物的時候 譬如波點 譬如花 很多空間的時候 她會將這些元素不斷伸延 伸延開去 代表著她其中一些幻覺 她們稱為 obsessive artist 她稱為一些 對一些事物 一些obsessive 她一直伸延開去 就是代表 剛才我也有提及過 一個世界 一個宇宙的無限 她自己是很渺小 當時她也會去演繹日本社會 她覺得日本也有一些 沒有那麼卑鄙 很黑暗的一面 其實她是想用一些 這些元素去告訴別人 其實人是很渺小的 就算你覺得 有多有錢 有多厲害也好 其實人都是一個 在宇宙來說 都是一個渺小的一件事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